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今天的天下纵横谈里面 我们再次邀请到了 家福医学中心的 陈昌平 陈院长 和我们讨论一下 其实肝对人体的重要性有哪些 而如果发现肝有问题的时候 又应该如何解决 陈医师您好 是 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 您好 那说到肝 事实上是我们华人最重要的疾病 对 因为肝癌一直都是 华人男性的第一名癌症 第一号杀手 已经十多年了 对 会越来越久 不是 他会 你的意思是说 其实他是男性的第一号杀手 可是他会一直持续下去 永远这个事情都不会掉下来 对 要改的话很难 除非有另外一个癌症 比肝癌更可怕 对 那我们首先就像你讲的 肝是没有声音的器官 所以他不发病的时候 你根本不知道 对 但是一发病的时候 一发不可收拾 对 不是肝癌五公分 不然就是肝硬化最后一起 所以在早期的时候是完全没有症状 那我们台湾就是有一个宋瑞柔教授 他做肝病 50年来他的一辈子就是做肝病 后来他发现了 原来肝病有三部曲 也就是说B型肝癌的人得到之后 他不会发病的 他到30岁的时候 才开始有一些人会慢性肝癌 这时候也没有多大症状 对 然后到40岁的时候就肝硬化 到50岁的时候就肝癌 而这个得到肝癌的比例 大概在15%左右 是 所以我们常常看到一些致命的人物 突然再见了 那就是肝癌 那最近又有一个更可怕的 叫做C肝 C型肝癌 C型肝癌 那C型肝癌为什么要特别强调呢 因为美国现在才发现说 C型肝癌是一个不可预防的疾病 它是没有办法像B型肝癌这样可以预防 有疫苗 你有疫苗才可以预防 是 C型肝癌是没有疫苗的 OK 它没有办法预防 没办法预防 所以唯一的方法是怎样 尽量避免得到C型肝癌 避免得到C型肝癌 是 那C肝跟B肝 其实它最主要是靠血液传播 血液 那血液传播 在为什么吸肝这么多人得到 事实上是在15年前 当时我们还没有吸肝的辨识方法 也就是说血库里面 没有办法测这一袋的血 它有没有C型肝癌 对我们那时候给它的名字叫做 不是A 灰A灰B的肝癌 后来才知道叫吸肝 它是C型肝癌 是是是 那吸肝它更可怕是什么 它是10年就变成慢性肝癌 20年就肝癌化 30年就肝癌 并且比例非常高 30% 所以其实是B型肝癌几乎的一倍了 它如果要变成肝癌的话 并且速度又快了 接近一倍 10年10年10年 对 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那现在美国 几乎所有的健康检查 多测有没有B肝跟吸肝 那我们华人一定要测B肝 那白人他测吸肝 一定要测 OK 好 那现在测到了以后 大家就一直在有一个问题 那我是不是得了B肝吸肝 我就天天要等啊 等30年50年 会不会再见 不是的 事实上我们现在已经有 很明确的资料出来了 OK 那这是台湾中央研究院副院长 陈建仁博士所做的研究 是 他就是追踪了1000多个病人 然后11年的时间 发现说如果病毒越高 他得到肝癌的机会越多 病毒越少就比较少 所以只要把病毒降到1万以下 就天下太平了 OK 所以是B型肝炎或是C型肝炎 您所谓的里面的病毒 降到1万以下 降到1万以下 其实您得到肝硬化 甚至是肝癌的机会 就跟平常人一样 OK 那就不用太担心 你是B型肝炎或是C型肝炎了 差16倍 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研究 那现在全世界的药厂 就一直拼命研究肝腰 能够怎样把B肝降下 把吸肝降下 OK 那B肝已经有几个药 不错 但是它最大的缺点 就是要吃一辈子 需要吃一辈子的药 那这一辈子 开始保险会付 后来保险就不付了 那它很贵 它一个月B肝的药是1100块 美金吗 美金 B肝的药一个月要1100块 以前是800块 现在升格了1100块 这样怎么普通人应该负担不起吧 负不取 所以很多人吃到一半就停了 停了 那停了就可怕了 病毒就马上回来了 因为B肝的药 它其实是抑制 它的转换中间 就把病毒复制把它抑制 OK 但是它延伸的病毒 还躲在干细胞里面 所以它看上 外面已经没有警察了 它就跑出来了 跑出来就开始作乱了 很聪明 非常聪明 所以B肝就是这么厉害 所以我们就一直在思考 有没有办法来处理它 对 那处理它其实最好的方法 就是自己的免疫力 提升自己本身的免疫力 对 这是最重要 不要靠外在的药物 来杀这些病毒 对 那事实上这个免疫力 非常的重要 为什么 你看一样的感冒病毒来了 为什么一般同学 只有几个倒下去 几个都没有倒 那就是倒下去的就是免疫力不好 当然啦 相同的 这B肝是妈妈传给小孩 那假设妈妈生了四个小孩 有一半 有一半会得到 有一半不会得到 所以那一半得到的就是免疫力差 所以我们就研究了很久 才发现说 只要你提高你的免疫力 提高 那免疫力里面又分为几个部队 其中最强的一个部队 叫做NK 就是自然杀手细胞部队 那这自然杀手细胞是1973年的时候 美国专家发现的 他这个细胞最大的特点是 只要不是朋友就是敌人 就杀了他 他是非杵核犯和解析的 真的非常清楚 那我们平常的B细胞 T细胞 是说 请问你是何望神圣 他那时候还不杀他 对 如果你是有侵略性的时候 才会把他解灭掉 第二次进来才会解灭掉 那这个NK不是进来 就杀 口号123 讲错了 啵啵就吃掉了 很厉害 它占我们人体身体的 白血球的5% OK 那这NK治疗事实上 在亚洲已经做得很彻底了 是 是用来治疗癌症病 给他打了NK细胞以后 他身体会变好 是 因为免疫能力增强了 对 但是那个也是很麻烦的过程 对 你要抽出来血液再去培养 所以在美国是不可以的 但是我们在 偶然之中发现说 我们有一个从鸡蛋里面 的蛋黄里面萃取出来的IgY 既然能够增加NK细胞 OK 所以我们做了动物实验 就有跟没有 就差了将近30%的NK细胞 30% 另外更好的是 还有一个东西叫干扰素 Interferon 那干扰素事实上是治疗 病毒的一个很重要的药物 是 但是打针的干扰素 身体打下去以后 10个大概有5个就倒下去了 为什么呢 因为它让 逼迫我们身体的 整个免疫力变差 所以干扰细胞 它是让你的免疫力变差的 对 它是要来供病毒 供病毒的同时 它是几千个单位进去 那我们正常的细胞也受伤了 是 没有办法抵御它 很多人会掉头滑 呕心呕吐 所以很多人打了干扰素 尤其是治疗吸肝的时候 打到一半就放去了 因为真的很不舒服 很不舒服 陈医师 对 我有一个病人就跟我讲说 我能不能不要打 因为打了以后 我要花神 花轰了 神经会影响到 连神经的系统都会受到伤害 对 接种而来的 就是打了一个西肝的药 我觉得全身都会不对劲 对 那可是我记得好像西肝的药 并不是要一辈子的不是吗 就是它是可以 西肝是一年 对 所以只要忍过那一年就成功了 通常病人都会什么时候来跟你说 我会不会说一个月的时候 差不多第二个月第三个月就受不了了 就受不了了 但是西肝又分为两型 一个叫一型 一个叫二型 那大部分的华人得到的都是一型 那一型对干扰素加上一个药 叫Ribobaline的药 它的效果只有30% 如果是二型 它可以高达60% 所以西肝还有分第一型跟第二型 对 好 那我们现在讲了 如果我们自己身体可以来 产生干扰素的话 是太好了 就可以直接把病毒处理掉 对 所以就利用这个NK细胞 跟干扰素 毒沙粒加上干扰素 这样就可以把病毒处理掉 是 可是重点是 你要自身能够产生这些细胞 才有办法制造出这些干扰素 跟制造出这些NK细胞 没有错 你自己本身怎么样有办法这些制造出来 如果你已经制造的出来的话 你身体就不会得到病肝或C肝了 所以我们这个IGY给它吃进去以后 它就会刺激我们的淋巴细胞 让它这个增高 增高以后呢 它就起来了 强壮起来了 就把病毒处理掉了 那我们在动物实验成功之后 我们接着就给人吃 是 那吃了以后 这个鼻型肝炎的 大概在三个月的时候 它病毒会降50% OK 然后到一年 一年半以后就几乎很少 正常 是 几乎是正常的 所以对B型肝炎来 它比那个吃一辈子的抗病毒药还好 好多了 对啊 就像你不用一辈子去依赖 这个B型肝炎的这样的一个药 一辈子 其实说实话很长 一辈子是很辛苦的 然后 重点是经济能力也负担不起啊 全医师 太贵了 真的太贵了 那B型肝炎呢 以前就是打干扰树嘛 所以很多人都倒下去了 对 打不了嘛 最近B型肝炎出了一个口服的药 非常好 是 吃下去 吃84颗 OK 就好 90%好 哇 很好啊 对 但是贵了 它比B型肝炎还要贵吗 它一颗要1200块 一颗 你要吃84颗 对 你要准备8万多块 对 对啊 来解决你吸肝的问题 所以很多保险公司也受不了了 当然的啊 所以它就用很多方法 让你尽量不要吃 没有办法去吃那个药 所以 那细腺肝炎 我们这个IGY对它有没有用 是 效果更好 OK 在三个月的时候 它会降到90%病毒 所以一下子就降下了 所以我们就在探讨说 为什么我们的IGY 对吸肝比对B肝好 对啊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作用呢 对 原来 吸肝是在肝细胞里面的细胞质 那B肝是在细胞里面的细胞核 OK 那细胞质比较容易剥掉嘛 细胞核在内心嘛 对 在内心 剥不到 所以它比较难 比较难攻进去 对 所以它在细胞核里面 所以它只能杀掉外面的病毒 并没有办法把这个病毒 在细胞核里面的完全杀死掉 对 那唯一的机会就是 等到这个细胞代谢的时候 是 细胞核剥掉 剥掉 所以我们要吃一年 这个细胞核才会剥掉 是 所以我们都建议 一年到一年半 来吃这个IGY 所以其实这个IGY 它的免疫功能增强 还有干扰素可以加强 这个步骤还有这样的结合 其实对B型肝炎跟C型肝炎的帮助是非常大的 可是其实这个IGY 也许你好像听过 也许你没有听过 其实这个免疫蛋黄体 它是从母鸡所生出来的蛋 里面的蛋黄里面所萃取出来的 到底应该要怎么样萃取 而IGY有什么其他神奇的功能 在下一节的天下纵横谈当中 陈昌平陈博士会继续的告诉我们IGY的神奇功效